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开门问 什么时候 登台湾 白云就是一个流浪的象征 因为我们在途中 然后停一下车 然后下车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朵白云 然后就挂在屋角上 那我就按下来了 那按下来 我们就知道说 有一句话说 我问青山何日老 青山问我举时弦 那是心情的问题 青山当然不会讲话 然后我问青山 你什么时候才老 青山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才有闲 一样的 我在那边噴坡 这边旅游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云 云是漂泡不定的 和我的心境是一样的 所以我说 香港独自一日混 其实是一个让人 遇到一个让人 所以他白云就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台湾去 其实我是自我问自己 自己问自己 我们还有几天要回去 因为我想旅游到一个日子的时候 都想说 应该要回去 应该要回去 所以这种心情是用这种方式 把它记录下来 是透过那一片云的意象 然后来传递说 我也是流浪的一朵云 然后在异国的天空漂泊 然后我什么时候回台湾 这种心情 所以是把自己想讲的话 透过云南 借物永淮 借物永淮 我们写作里面有一个借物永淮 比方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物 比方说我们把自己当成女儿 我是在弄物 然后你把他当成 把人当成某个物 比方说我是你的镜子 你透过镜子 这种呈现的东西去书学 所以借物永淮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把人进入物的里面 比方说地固跟行楼 行楼地固 象征一个男女青年的那种情境 所以这是一个写作方式 所以我看到这个影的时候 我就问说 什么时候回台湾 我问青山和日老青山问我几十钱 是同样的心情 北墳 在克里特导 遭种 最后都到一尾 北墳 他开悬门问 下面一尊 登台湾 香港的心情 都被说不定 我去问 我一直被拓卸过去 我去问 哪里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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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